他這邊放了好可愛的這種 韓國的立台 所以這邊應該是韓國街沒有錯 不過至少剛開始走進來這些 服飾的風格真的讓我感覺跟韓國沒有什麼關係 我看到歡迎來到放韓你的頻道 我是Steven 今天這集影片算是應觀眾要求 因為有不少的觀眾在 我忘了是哪一部影片的 可是他們在有部影片的留言 裡面寫說希望我能來到台北的永和 因為這邊有一條韓國的商店街 所以今天我就來了 我現在人就是在台北的永和 左邊是台北捷運的頂溪站 你從1號出口出來 看到郵局跟光南大必發左轉就是了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 我就要帶大家來看看 闖身於台北市區的韓國商業界裡面 到底伴奏著怎麼樣的商品 那現在就跟我一起出發吧 好那現在我已經走到他們俗稱韓國界的地方 雖然說我走進來是沒有感覺到有什麼韓國的感覺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他招牌上面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出現跟韓國有關這樣 比如說像是什麼韓國商行等等 然後他的建築雖然說還是保有台灣的特色 可是他的招牌感覺是全部重新設計過的 你看到一眼看過去是真的非常整齊 那現在我就帶大家來看看他們這一條 東京街裡面有賣些什麼韓國的東西 剛開始走進這個街道 方向好像都是以賣衣品比較多的 比如說像他旁邊這一家就說是什麼 韓國泰國跟香港還有印尼 不過說實在的話看裡面的那個服飾的風格 好像並沒有讓我什麼韓國的感覺 不過大家看旁邊這邊 他這邊放了好可愛的這種韓國的立台 所以這邊應該是韓國街沒有錯 不過至少剛開始走進來這些 服飾的風格真的讓我感覺跟韓國沒有什麼關係 我看到有兩家就是他是賣日用品跟食品的 像現在畫面中這家 大家有沒有看到他外面有一點點泡麵 然後右手邊這個很明顯 他就像這個超市外面有非常多的韓國泡麵 我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邊韓國街賣的韓國食品會比較便宜 我們首先現在來看看左手邊這一家 他其實也算是個小超市 看一下他的價錢 大膠醬一公斤是180 然後他這邊專利的話 一瓶差不多是120 而且其實還可以 我覺得絕對是比加拉夫要便宜 咖哩粉還這邊全部都有 那我們來看看另外一邊 感覺好像商店開始多了起來 你看像這邊的外面都是賣泡麵 我發現可能因為他們的店家都是在隔壁 所以價錢都差不多 像你看新拉麵一包都是100塊 我看一下他們有沒有比較韓國最近新出的口味 好像韓國新出的這邊好像還是會有一點點質差 沒有辦法完全馬上跟上 不過常見的幾個口味 在這邊全部都是 而且我發現他們這邊還有賣電熱潭 因為韓國冬天還蠻冷的 他們其實還蠻喜歡在床墊上面鋪上一層電熱潭 不過我想台灣用的到 台灣冬天 台北的話頂多10度左右 比起韓國那種零下7-8度 有時候會到-15-16度來講 還是熱太多了吧 應該用不太到電熱潭吧 對面有一家選擇東大門虎式批方 現在都顯得東大門 就表示說應該跟韓國蠻有關係的 不過就稍微看一下 價錢也都很便宜 100-200 不過就是第一眼看起來好像 雖然說他都是寫說韓國的服飾 可是大家初看起來自己憑良心講 會有韓國的感覺嗎 至少我真的感覺不太出來 他這邊的衣服是從韓國那邊批發過來的 這個我可能會挨碼 可是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然後我已經走到中心間的後端了 我發現他們這邊算是說號稱是韓國街 可是他們這邊開的那些餐廳 好像賣的都不是韓式料理 我剛剛一路走過來都是排骨飯啦 水餃啦 好像只有一間是韓式料理 而且他今天還沒有開 感覺有一點點可惜耶 然後我剛剛走到後面發現他們這個韓國街的旁邊 這條街好像叫利勤街吧 他這條利勤街上面好像有一整條像是夜市一樣 不然有非常多的小吃在裡面 所以我想有興趣看看 因為他旁邊就是韓國街嘛 說不定他這條利勤街上面會有很多韓國的小吃場在裡面喔 哇 感覺他這條街道人還蠻多的而且還蠻長的 欸他這邊有賣個什麼韓國魷魚羹耶 大家有看到韓國魷魚羹 韓國沒有魷魚羹啊 等一下我先往後走走看了 如果後面沒有什麼東西好吃的話 我回來吃看看這個韓國魷魚羹 他這邊有賣肉圓健康粥便糕 哇是種式點菜的 這種就真的很有台灣風格 旁邊這邊還有賣土雞耶 哇他的好豐盛喔 有點像滷味耶 他有滷豬腳滷海帶 哇看到我口水都已經有點流出來了 他這條應該是他們傳統的菜式吧 因為從外面看啊 我以為他這邊賣有很多小吃 可是一走進來了才發現啊 其實他這邊賣的都是什麼 蔬菜啦海鮮啊肉類啦等等之類的 就是給那種婆婆媽媽過來採購的 不過他這個街道算是他們韓國街的旁邊 可是感覺裡面並沒有賣韓國的那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不過泡菜倒是有啦 好我從剛剛傳統市場出來了 那我覺得啦 我應該可以算是把整個中心間都給走完 因為我沿著中心間一直走 都已經走到盡頭了 尾巴已經沒有中心間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 我已經走到了韓國街的尾部了 那因為剛剛那個傳統市場裡面啦 實在是沒有什麼吃的東西 就到旁邊那個市場的旁邊 隨便找一家冰店來吃剉冰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甜的 他一碗冰的賣60 大家看這麼大一碗的 對他讓我選了四個配料 然後再淋上中間滿滿的那個黑糖水 這樣才60塊感覺好划算啊 等一下口水一炸了我已經迫不及待 我先來吃一口 先來一點紅豆加那個黑糖 嗯 那豆沙的口感非常的有膩 然後這個黑糖呢 倒是不會非常的甜 是我喜歡的耶 之下呢我就是一點黑糖剉冰配上那個 他好像說是叫蜜豆吧 我剛剛打了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誤認為花生 我剛剛講說花生的時候 他說你到底要哪一個 因為我指著蜜豆說我要花生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叫蜜豆 我來試試看 就真的我發現 在台灣是這種傳統小吃啊 其實真的不太需要去追名氣 其實你知道在日邊 看得順利 你覺得價錢OK 圖片吸引你其實就可以進去 一般的都不會踩雷 至少我就是從韓國回來 吃這種台灣的傳統小吃 真的我都沒有踩過耶 好我就把那碗冰給吃完了 不然感覺有一點點的 那稍微呢我來講一下 我對今天我逛的這條韓國街的感想 我必須要說 在過來之前呢 其實我是抱著相當大期待 我本來想著到一整條街啊 會動的都很韓國的風格 然後裡面呢會販賬著 有非常多韓國的食品 商品或者是衣服等等之類的 可是沒有想到實際來到呢 真的是有一點點失望 因為我今天已經是把整條中心街都給走完了 可是他這一整條中心街上面呢 真正有在販售韓國食品跟飲料等等之類的東西的商店 只有四間 而且除了韓國食品跟商品這一塊你撇去不談 就連韓國衣服那一塊 我相信大家看畫面應該明顯的理解到 那些衣服的客裙就不是給韓國年輕人穿的 而且還有一點最奇怪的就是 明明號徵是韓國街 可是那一整條韓國街上面 你居然找不到任何一家有在販售韓國料理的餐廳 所以我必須要說 那些超市裡面商品的總類我覺得還算蠻急的 可是在商品的總類上來講呢 感覺家樂福跟大潤發逆業已經不輸 這個韓國街上面的小超市 雖然說韓國商業街它的價格真的是比連鎖超市要來的便宜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你的家呢 那剛好是在這個韓國街附近的話 那其實你非常適合過來這邊採買一些韓國的調味料啊 跟一些吃的 因為雖然說它的種類 並沒有像家樂福跟大潤發來的那麼齊 可是它的價格呢真的是非常佔有優勢 但如果你的家剛好不在這個韓國街附近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你也不用特地過來 你想要什麼韓國的調味料或商品 其實在網路上買就行 我相信價錢的應該只會比來到他們本地這邊買 只會貴上一點點而已 好啦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這個特集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M Hallelujah 3 M